联合国大会星期五批准任命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为下一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巴切莱特是智利的第一位女总统 曾经是人权侵犯的受害者 她在20世纪70年代的 奥古斯托皮洛切特将军的右翼政权下受过酷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本星期较早时宣布提名巴切莱特 为下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 也在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 星期五是通过了这个提议 在投票过后古特雷斯对记者说 他完全信任和支持巴切莱特 他说他在人权发展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上任 仇恨和不平等在全球上升 对国际人权事业和人权法的尊重在降低 公民运动团体的空间在缩小 新闻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 要度过这个动荡不定的时刻 我们就是必须要有坚决支持推广各项人权的人 这个包括公民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人权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确保联合国人权机制 完整性的人权理事会的主席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